即是说他去到大约2027年到35、6岁的时候 35、6岁的时候他人生事业最好 这几年他做的事是他人生事业的巅峰 当过了2027年之后走到2028、29年开始 他的事业就会向开始下滑 刚才我说过了 他因为这个几海大运来说 赚的钱和名气都会没有之前的武术大运那么强 但虽然今年因为他转了大运 其实19年到2024年他都是有少少停滞不前 是2022年可以从低位上去少少 对他来说是一个挺好的一年 一年上去之后 25、26、27他会上到他人生以来最高的高峰 统合来说这一年的大运 这个几海大运他没有赚钱那么多 没有之前没有少年的运那么多的赚钱 但这三年他赚的赚钱相对上是他一生人最多的 10年来说他25、26、27、3年是他一生最赚钱 人生事业最高峰的 大师公我想请教 为何你会特别是2022和25中间这两年 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 还是怎样呢 因为中间这两年那个特别不是太大 那个突破不是那么大 2022年比他上回去少少少 23、24年对他来说都是比较平稳的 我想请教 邓紫棋也有一个 最低低低 最低低